羊头鬼屋显然也懂得战阵之法 彼此之间配合得极为精妙 那些黑雾光刀啊 更是形成一个巨大的刀阵 强大无比的杀戮之气 从刀阵内散发而出 好像是个锅盖子 盖住了整个山谷 这是商养鬼族 在幽冥三玉中只能算是中等 鬼屋如此的说道 韩丽目光一转 望向大阵中心处 透过一道道刀光 他隐约看到前面是两个黑袍人影 一高一矮 全身黑衣笼罩 没有显露出来 那黑袍也不是寻常服饰 而是附着了一层奇特的静止之地 神识无法穿透 看不到二人的容貌 此刻两个人深周飞舞着 四面黑色的旗帜 上面绣着一些紫色云朵的图案 绕着他们滴溜溜旋转着 形成一个半球形的紫色的护罩 抵挡着周围的刀阵脚杀 那四面黑旗品质不低 形成的紫色护罩异常坚韧 在刀阵的脚杀下虽然颤抖不已 却并没有立刻碎裂 韩露自言自语 确实是两个魔族 而且修为还不低呢 奇怪了 这两个魔族来这里干什么 这两个黑袍之人身上的气息 正是纯净无比的魔器 高个儿的魔族气息浑厚浩大 已经达到了大罗之境 矮个儿的魔族虽然全身黑衣照体 却也能看出几分玲珑之态 显然是个女修士 这个修为呢 稍弱一些 却也是达到太以静的巅峰 这两个魔族实力虽然不弱 但是因为周围羊头鬼物数量太多 个体实力也不弱 两个人被牢牢压制在了刀阵内 无法离开 主人 继续僵尸下去的话 这两人怕是撑不住 要救他们吗 韩露听闻这话看向鬼屋 鬼屋道友 此处附近可有什么厉害的鬼族 攻击这些伤养鬼物 是否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鬼屋说道 伤养鬼族在阎罗狱中 算不上顶级的鬼族 不过他们乃是阎罗狱 四大鬼族之一 马王鬼族的附庸族群 你若是想要救人 也是可以 速战速决 救了人马上就走 应该不会惹祸上身 韩露文言面色一缓 一阳下巴 说道 既如此 提魂 金童 你们出手破了刀阵 救出这两个人 是 提魂和金童答应一声 纵身飞射而出 提魂右手虚空一抓 山谷上空凭空出现了一只 黑色巨爪 足有小山般大小 朝着山谷内的刀阵 猛然抓下 金童身上金光一闪 瞬间化作了一只房屋大小的士金仙 两只前转一挥 在一阵痴痴的惊天锐笑声中 大片剑气般的金光射出 瞬间凝成了一座剑山 配合着提魂的巨爪 打在刀阵上 因为提魂的隐身之术 那些羊头鬼物 并未察觉到二人的存在 直到等到黑爪 剑山落下 他们才反应过来 但是此刻已经迟了 黑色巨爪和金色剑山 斩在刀阵之上 发出轰轰 两声惊天巨响 刀阵顿时碎裂大半 不过并未崩溃 一圈圈黑金两色的金浪 扩散开来 山谷旁边的山峰 与之一碰啊 便轻易地崩溃解体 光浪夹杂着 汹涌的进风 冲天而起 滚滚朝着四面八方 席卷而去 波及到了方圆 数百里的范围 将地面都生生地 刮掉了一层 此刻 本被困于刀阵中的 魔族二人 眼见外边的情况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却也知道 是来了援手 顿时精神一震 开始反攻 那高大魔族 手中荧光一闪 多出一个白色的 银白琵琶 十指剥弦 在一串 痴痴声中 它周围虚空 浮现出了 十几道长长的 黑色空间裂缝 仿佛十几条黑蟒 迅疾无比地 朝着刀阵破损之处 斩去 嘶拉一声 烈驳声响 刀阵再次被撕裂了许多 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这时 韩丽的眼睛猛得睁大 那黑袍女子 此刻也立刻出手 两手一挥 两个紫色圆球 从个袖中射出 迅疾变大 转瞬间化为 两具紫色的傀儡 上面缠绕着 一道道紫色雷电 这两具傀儡 散发出的气势 丝毫不比 黑袍女子弱 而且紫色雷电中 蕴含着 爆裂至极的 雷电法则 不知道是 何种雷电之力 黑袍女子 两手一张 纤细指尖 射出十道黑线 分别没入 两个傀儡体内 黑线中 透出一股 奇特的法则之力 那两具紫色傀儡的 表面上 紫色雷光 陡然大放 气息 猛然暴涨了 被许 化为两个巨大 紫色雷球 然后轰然 爆裂开来 两团紫色 骄羊出现 狠狠地 冲击着这些刀阵 附近的虚空 此刻都甚至 直接军裂开来 刀阵 再次无法支撑 被撕裂出 一个大洞 走 高大魔族 此刻 一拉身旁之人 化为一道银芒 冲天而去 瞬间便从刀阵的大洞中飞出 射到了半空 寒丽面带笑容 飘身 迎了上去 请问道友是 两个魔族飞出包围圈 心中一松 但是看到寒丽靠近 立刻又露出警惕之色 寒丽为了防止被幽冥之地的鬼族 认出自己人族修士的身份 一直都在用轮回垫面具 把自己幻化成一个长袍人影 看起来神神秘秘 七分像鬼 也难怪对方警惕 金铜和蹄魂此刻飞射而回 那些羊头鬼物 也怒吼着朝几个人扑来 一副不死不休的样子 此处不是说话之地 先随我离开 韩丽一台手一挥 五道巨龙般的金色雷光 从他手中射出 所过之处虚空剧烈的震颤 似乎要被雷光撕裂 韩丽略微有些惊讶 他此番实力大劲 催动都天神雷 威能也陡然增加到这个地步 真是出乎自己的预料 五道粗大雷光落在一行人附近 彼此交错之下 就要形成新的雷光法阵 但是就在此刻 那黑袍女子五指一张 指尖再次射出五道黑线 没入周围的雷光法阵内 原本便要成行的雷光法阵 突然停住 似乎被控制了一般 韩丽眼见此景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黑袍女子望向韩丽 贺问道 阁下 这是要带我们去何处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